我是风眼养的金丝雀,他把我当替身,我把他当鸭鸭,我们没羞没臊地过了三年,直到他的白月光离婚回国,于是替身合约到期,我和他狂欢一夜后消失,他却疯了,所有人都知道我的金主是风眼之,他拿我当替身,但是他不知道,我拿他当鸭,讲真,当初风眼之要找替身的时候,有好多备选来着, 我可是打败了所有其他备选,竞争上岗的,风眼之从影帝转型到资本家,如今才三十岁,又帅又有钱,圈内圈外喜欢他的人很多 我也是,他的白月光在国外和别人结婚了,所以当他有表达出要让我当替身的意思时,我没有任何犹豫,并且奋力打败其他所有人,成功上位 毕竟,他总是要找替身的,那还不如是我,那天他眯着眼问我,你想要什么 我压下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缠你身子,然后虚假地说,我想要你的资源和钱,我想在圈内混得好 他说,行,然后我们签了合同,每年五千万的基础钱钱,他给我圈内资源,其他衣服首饰包包之类的他,再另外给我买 然后,我们的同居生活就正式开始了,他要我说,我爱他,于是我每天都会对他说,花式的我爱你 他喜欢我这双眼睛,因为和他的很像,所以在做内饰的时候,他从不允许我闭眼 还记得第一次做内饰的时候,他扣着我的下巴,逼我张开眼 看着我,他说,我只能张开眼看他,他的眼睛漆黑如墨,夹杂着带着欲望的阴郁和掠夺感 真是让人意乱情迷,我害羞想避开,他却不许我躲 于是,我只能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和说那句,我爱你 眼之,我爱你,眼之,我爱你,叫到嗓子沙哑,一遍又一遍 或许因为我还是喜欢他的吧,所以这一切表演起来,我得心应手 然后,我对他挺满意的,除了他不爱我以外的,各方面都挺满意 至于他,他,应该也挺满意 于是我俩就这样有钱又没羞没臊的过了三年 有时候我想,他白月光已经结婚了,我是不是也能得寸进尺地奢望一下能和他过一辈子 可是他的白月光离婚了,顾心悦一个月后就要回国了 那天,我站在书房外,听到他在电话里说,他只是个替身,我等你回来 我就明白了,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一个合格的前任就要像死了一样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敬业的替身 于是我打算拿着这三年通膜存下的1.5亿和通膜卖掉的一些包包首饰存的钱,彻底消失 因为事发突然,转移钱款和处理一些包包首饰需要时间 离开的落脚点需要时间布置 所以,我准备在七天后离开 用七天像情侣一样生活 然后,在顾心悦回来前消失,算是履行了我们的合同 也算是为了我的自尊 第一天,在日常说我爱他的时候,我玩了一个花样 我在给他做煎蛋的时候,特意用番茄酱画了个大大的爱心 在端上桌面时,故意让他看 他挑挑眉,端起一旁的咖啡,嘲笑我画得爱心丑 第二天,在晨起运动之后,他起身去洗澡 我故意在他背后挠了他一下 怎么?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问我,还想再来一次 我给了他一脚,让他滚蛋 他倾笑着捉住我的脚,低声说 别整这些小把戏,我心里有数 有数什么?有数我是踢身 我扑上去咬他 他让我别闹,上班要迟到了 第三天,我让他把下午的时间空出来 让他陪我去做讨意 如果是之前他肯定不耐烦 这次他倒是破天荒的同意了 当天下午,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陶艺馆 做了网上很流行的剧丑的青蛙勺子 青蛙杯子,还有青蛙凉水壶 他看着我拿出精心准备的图片 一脸嫌弃,苏笑 你让我空出半天,就是来做这玩意儿 我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美得一般的我不在意 丑得牛逼的,才是我的爱 他微微挑起一边眉毛 然后眯着眼睛,危险地看着我 所以,你喜欢我是因为 因为你帅得牛逼 我立即接话,然后亲了他一下 我最喜欢你了 他这才算让我过关 低头用修长的手指捏青蛙 嘴角几乎微不可见地上扬 他喜欢别人夸他 还会暗自得意 同居三年,我早就发现了 捏好上色 店主让我四天后来拿烧好的 我点点头说好收据 正好是我计划中的最后一天 后来的几天 我们还做了许多事情 我们去这座城市里最好的餐厅吃饭 吃完还一起跳了舞 我们一起做了城市里 号称最能俯视整个城市的摩天轮 还去了一些景点打卡 我给他做了很多我拿手的小糕点 给他画一些我觉得好看 他觉得滑稽的简笔画 还有甘纳士 在我们同居的屋子里各处尝试 毕竟离开后 还想找到一个这么帅身材好 又给劲的那啥伴侣 也挺难的 更何况我还挺喜欢他 就这样 最后一天终于来了 当天我拿着收据去了那家陶医馆 等了一会儿 店主把那三个青蛙作品给我 店主一边看着我检查一边说 这次时间紧了一些 你们下次再来啊 凑成一对 我给你优惠 我笑笑 没有回答 我本来就没打算做一对 我和他从来不是一对 没问题了 帮我包一下吧 我检查好了说 店主有点可惜 但也没多说 只是给我包好 我提着三只青蛙 去找风眼之公司找他 现在正好是午饭时间 他有空 可是等我乘坐电梯 到了顶层他办公室 里面却没人 秘书说 他在楼下部门处理事情 晚点上来 我点头表示知道 让秘书去午休 然后把三只青蛙拿出来 看看给风眼之白拿好 青蛙勺子和他的餐具摆在一起 或者和青蛙杯子放在一起 青蛙杯子肯定是要放在桌面上 青蛙凉水壶就放在旁边的小茶几上吧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和他的一副高冷禁欲的模样 真是不大 想想就好笑 正想着 忽然 身后一阵脚步声传来 苏笑 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我转过身来 还没看清楚是谁 迎面就是一个巴掌大力扇过来 啪的一声 我猝不及防 直接被扇得失去平衡 摔倒在地 脸上火辣辣的疼 我晕头转向的 还没反应过来 头上已经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苏笑你个贱人 你死命扒着眼之歌干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告诉你 替身就只是替身 你身上的衣服 是我姐喜欢的 你做的发型 是我姐喜欢的 你费尽心思 想要攥紧在手里的男人 也是我姐的 你从始至终 都只是我姐的影子 她要回来了 你怕了吗 这些日子 谁不知道 你扔下圈内所有工作 就为了扒住眼之歌 你知不知道 你早就是 所有人嘴里的笑话了 苏笑 你永远比不过我姐 是顾心瑜 顾心悦的妹妹 她声色俱利 每说一句 就用脚往我身上踹一脚 肩头高跟鞋 踢得我很疼 我只能下意识地往后爬 听到没有 她历声呵斥 苏笑你个贱人 听到没有 我被扇得脑袋嗡嗡的 身上到处都疼 根本没反应过来她说的什么 什么玩意儿 她说着 一下从我怀里把装着三只青蛙的盒子给抢了 还给我 我立马爬起来抢 她却鄙视一笑 挖苦道 这么的丑玩意儿还当宝 果然是个贱坯子 然后就狠狠往地上一砸 不要 我伸手去接 却根本接不住 只能看着盒子和三只青蛙砸在地上 里面的青蛙碎了一地 苏笑 你识相的 就给我滚 一切都只发生在短短数分钟内 我根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伸手去捡那些碎片 顾小姐 顾小姐你冷静一下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秘书及时进来阻拦 把要把盒子 剔开的顾心鱼给拉开 三只青蛙碎的到处都是 我只能伸手 尽量把那些碎片归拢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只本能地想把那些碎片收回来 好像这样就能挽回什么 怎么回事 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我抬头 看到了双唇紧敏 眉头紧皱的风眼枝 我忽然开始害怕 害怕她当着我的面 去维护顾心鱼 怕她为了顾心悦 说出伤害我的话 我怕我会承受不住哭出来 于是我立即把碎片放进盒子 起身就走 却在和她擦家而过的时候 被她捉住手腕 脸怎么了 她皱眉问我 稍微顿了一顿 又到 手流血了 与此同时 身后顾心鱼的尖叫声传来 眼枝歌 耳边突然想起那天 我偷听到她在电话里说的话 她只是个替身 我等你回来 我一个机灵 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冲进电梯 把风眼枝和她关心 搀扶着的顾心鱼一起关在外面 电梯快速往下 我低头看着手里沾了血的盒子和碎片 记忆里又出现我们一起去做娃娃那天的场景 那天我们用了不止一个下午 我们给娃娃上色到晚上才弄好 从店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我说饿了想去吃东西 于是我们就沿着道路找合适的店面 我主动牵住她的手 她回握了我的手 拿了纸巾 给我擦拭手上留下的色彩痕迹 后来我们俩蹲路边摊吃了一顿 我笑她腰缠万贯去吃凉皮 她白了我一眼 把凉皮塞进我嘴里 吃吧 吃还堵不住你的嘴 她说 在后来 我们蹲路边吃完以后 我就困了 看她把塑料壳子往垃圾桶扔完 我脑子一瘸 一时之间 分不清大小王就往她身上一蹦 我不想走路了 你背我回去 她伸手接住我 咬牙切齿地说 苏孝 你吃凉皮掌胆子了是不是 我搂住她的脖子 不管不管 我就要你背我回去 她骂骂咧咧 最后还是把我网上颠了颠 背着我走回车里 那天 我看着路灯下我们的影子 第一次觉得 我们似乎也有点像真正的情侣了 可是现在 我看着盒子里的碎片 用尽全力忍住了难过 我拿着胶水 拼了一天的哇哇碎片 从白天拼到晚上 可是也只是拼出来了几个残缺不全 疤痕累累的哇哇 顾馨鱼的声音一遍遍在耳边回响 你身上的衣服是我姐喜欢的 你做的发型是我姐喜欢的 你费尽心思想要攥紧在手里的男人 也是我姐的 你从始至终都只是我姐的影子 苏孝 你永远比不过我姐 还有风眼之的那句 她只是个替身 我等你回来 好难过 我坐在阳台上 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是还是无法冷静 玩手机吧 刷刷视频转移注意力 或许就好了 可是手机上出现的视频都是 警号苏孝慌了 扔下工作 试图挽回风眼之 警号警号顾馨月即将回国 苏孝将被抛弃 警号警号 苏孝小丑 大难临头 警号下面的评论 更是不留情面 哈哈 我早就看苏孝不爽了 她这富贵舔风眼之的样子 真让人开心 眼之歌只能是馨月姐的 见人苏孝实相的赶紧滚 对啊 这三年如果没有眼之歌帮她 她哪有今天 替身就要有替身的自觉 郑主回来就应该麻溜的滚 苏孝见人 别扒着风眼之了 给我死圆点 心情更不好了 手机里静悄悄的 风眼之连一条短信 一个电话都没有 哼 是啊 一个替身 本身就没有必要关心 更何况 郑主就要回来了 还好我明天 就拿着1.5一句款走了 也就不用再面对这一切了 我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着烟 烟灰缸里都是烟头 阳台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 风眼之不知道在我身后站了多久 直到她忍无可忍地抢走我手上的烟 我才发现了她 她眉头紧皱 漆黑的眼里都是不悦 我想对她笑笑 可是忘了没呼出的烟 一下被呛 一下被呛不断咳嗽 她力声道 你看看你自己像什么样子 我像什么样子 我当然是像顾心悦的样子 我一边咳一边说 她稍微顿了一顿 然后愤怒冰冷到 她可不抽烟 心脏如遭重击 是啊 顾心悦不抽烟 所以当初跟她在一起以后 我就戒了 再也没抽过 咳咳咳 我不断咳嗽 咳的肺都要掉出来了 缓过来后 我开始笑 笑着看她 所以 你现在知道 我不是她了 苏笑 她看起来更生气了 是 我是苏笑 我笑 是苏笑 不是顾心悦 她站在黑夜里 静静看我笑 她紧皱着眉头 漆黑的眼里 是我看不懂的情绪 许久 她说 你疯了 我疯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然后 她忽然稳住了我 再接着 我俩就滚到了一起 她比以往更卖力 我根本无法招架得住 汗水顺着她的发烧滴 在我身上 我看到她漆黑的眼睛 在这一瞬间 似乎微微发红 可我却不想看她的眼睛 我是苏笑 我闭着眼说 她没有答 我是苏笑 她还是没有答 我不是顾心悦 她埋头苦干 我不是她 一遍又一遍 我是苏笑 我不是顾心悦 直到攀上顶峰 她抱着我 胸腔震动道 我知道 我突然好难过 终于无法承受 我忍不住哭了 撕心掠肺地哭了 她不知道 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后悔了 我以为我对她的喜欢 仅仅是喜欢 我以为我能从容地 从这段畸形的关系中 抽身而出 我以为我能走得潇洒 我以为我能做到 灰灰衣袖 不留一片云彩 可是我错了 我好像爱上她了 可她爱的不是我 明天一早 我就要走了 好难过 我狠狠咬住了她的肩膀 我再也不想当顾心悦了 我们鬼混了一个晚上 昏昏沉沉睡去前 我似乎听到有谁在说 我好像也疯了 这或许是我的幻想 天亮的时候 我强撑着起来 她伸手把我捞回怀里 今天不去公司 再睡会儿 她说 声音中带着性感的沙哑 我很下心 扒拉开她的手 我要上厕所 她这才松开 我穿好衣服 扶着墙走到房门边 回头看了一眼 她依旧英俊的睡眼 微微垂下一眼 我背过身去 快刀才能斩乱麻 我下楼拿好准备的东西 最后看了一眼这座房子 然后转身离开 一路赶到机场 安检 登机 可是却在准备进入机舱时 我停住了 我忽然想去看看海 看看雪 记得许多年前 我就是在下雪的海边 第一次看到疯眼之 我好想回到没有遇到她之前 女士 机舱口的空姐 疑惑看着我 有什么问题吗 我摇摇头 只说我不去了 然后转身离开 转而搭乘上一艘游轮 这艘游轮 会在海上飘 当半个月 途经雪地 最后到达我的目的地 只是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离开后不久 我本来要搭乘的那架飞机 遭遇空难 空中解体 所有机组乘客 无人生还 我也不知道 那天整个A市 见证了风眼之开着车 一路狂飙到达机场 追到的却是飞机空难的噩耗 我已经坐上了游轮 一路在超能力的作用下 都很顺畅 我来到了我的船舱 从这里 我可以看到 自己距离岸边越来越远 也距离那座城市 和城市里的人 越来越远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希望这次的旅行 能让我忘了它 然后后半辈子 拿着1.5亿巨款 好好活着 忽然觉得好累 昨晚上和风眼之作的一切 似乎历历在目 我摇摇头 让自己不要多想 整理好一切睡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A市已经乱套了 风眼之一路狂飙的消息 早就登上了热搜第一 环城高速路 一辆阿斯顿马丁正在飞驰 白色的车子和车主一样急切 飞速穿行 在车子飞驰的时候 已经有人认出 那是影帝风眼之的作假 于是 各路不明真相的媒体 纷纷开始追踪 并且给出各种猜测 警号风眼之高速狂飙 警号牢牢挂在热搜第一 下面是各路人员的猜测 风眼之这是干什么 看着这个方向 好像是要去机场 他出道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着急 不是说 最近顾新月要回国了吗 难道是提前回来了 一定是顾新月回来了 除了顾新月以外 还有谁能让风影帝那么疯狂 哈哈哈哈 苏孝要倒霉了 乐见其成 苏建仁终于要被甩了 一个字 爽 最后在所有人的猜测中 车子停在了机场外 无数媒体早就蹲守在机场 风眼之一下车 立即有人围上去 镜头中的风眼 只是简单地 穿了T恤和长裤 头发凌乱地支棱着 他看起来一脸阴郁急切 风影帝 请问你今天在高速狂飙 是为什么 风影帝 请问今天是不是 顾新月的回国日期 风影帝 一连串的记者发问 可是他里也不理 双唇敏地死紧 静止往机场里走 提前到的保镖 在这个时候 发挥了极其轻微的作用 风眼之被人群挤得歪歪扭扭 但还是有眼尖的人 看到风眼之的手里 紧紧钻了一张纸 只是不知道那张纸里写着什么 最后风眼之还是挤到了问询台 帮我查一下航班 风眼之说 这是一路上他让秘书调查 得到的航班号 好的 先生 您稍等 工作人员又和风眼之 确认了航班信息 稍微查询后 然后说道 先生 航班已经起飞 如果您需要购买机票 请 他看上去更阴沉了 稍微顿了一顿 他说 帮我订一下最近的去当地的机票 好的 先生 因为很多记者直接开了直播 所以现在的这一幕 全都被拨了出去 一时之间 网上议论纷纷 为什么要问航班 不是说顾心悦回国了吗 风眼之要去哪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谁知道吗 网上还没有弄清楚 机场却突发混乱 就在风眼之 正在查询最近航班的时候 整个机场中一片恐慌 工作人员同时接到内线电话 与此同时 机场开始广播 现场一片喧闹 而正在帮风眼之 查询的工作人员愣了愣 然后看向风眼之 然后 现场所有人就都知道 风眼之所查询的航班 遭遇空难 空中解体 所有机组乘客生死不明 说是生死不明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情况下 凶多吉少 机场正在进行相应的紧急处理 而风眼之则是正正站在原地 他的双拳钻得死紧 直接发白 手背上青筋爆出 先生 先生 工作人员担心道 请问航班上是有您的亲人吗 先生 先生 我们这边开启了紧急情况下的 特殊查询通道 可以为您查询 风眼之这才像是 找到了短暂的支撑 航班 CXXXX 苏孝 身份证号 几秒的查询时间 像是过了一个世纪 然后 工作人员说 先生 根据系统显示 该乘客已经登机 您 不可能 风眼之似乎终于忍不住 他双眼赤红 他今天早上还好好的 他不会 我不信 他像是疯了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我的相应信息 却在每一次核对 通过登机口和验登机列表上 看到我的名字 而网上也已经炸了 什么 风眼之今天这么实态 一路狂追的人是苏孝 这是什么世纪笑话 不是顾新月 是苏孝 等等 你们都没注意到吗 苏孝的飞机发生空难了 他死了 说是所有人员生死不明 但是基本上没希望了 我的天啊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不清楚 风影帝已经赶往事故现场了 现在事情刚发生 应该会在之后 有详细的调查情况发出来 此刻的风眼之症 开车前往事故地 飞机是在海上空发生的事故 他在车子开到码头后 上了秘书紧急准备好的船 一路急迟向事故发生地附近 风把风眼之的头发吹得乱糟糟 秘书站在他身边 小心翼翼道 风总 船舱里有准备吃的 您先吃些东西吧 可是他却没有理会 只是攥紧了手上的纸条 秘书默默退后 风眼之看着远处一望无际的海 然后慢慢低下头 他红着眼看着手里的纸条 祝你和顾新月幸福 我走了 拜拜 苏笑他双眼赤红 难过道 你到底要去哪里 关于事故的具体情况 以及详细的乘客信息 还需要核对调查 没有具体公布名单 而风眼之在海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最后身体支撑不住 被送回A室 他在医院醒来后 顾新鱼立即过来 眼之哥你吓到我了 顾新鱼哭着说 我姐的飞机已经落地 在过来的路上了 你别 可是风眼之只是推开他 起来就要拔掉点地针管 眼之哥你干什么 顾新鱼立即去阻止 风眼之没理他 拨开他的手 把针拔了 就要下病床 就为了苏笑 顾新鱼急了 大声叫道 他已经死了 你在海上找了三天 还不清楚吗 风眼之终于停下 他说 没有见到他的尸体 他就没有死 顾新鱼不甘心 尸体早不知道掉哪去了 可能都碎了 被鱼吃掉了 眼之哥 他只是我姐的替身 你难道要为了一个替身 让我姐伤心吗 风眼之 你就那么在意 那个贱人吗 是 我在意他 风眼之转过身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那天打他的人是你 顾新鱼愣了愣 而风眼之已经走了出去 风眼之在门口 遇到了顾新鱼 新鱼说的都是真的吗 顾新鱼问 风眼之平静硬道 嗯 说完 风眼之就要从顾新鱼身边离开 可是顾新鱼却抓住他的胳膊 他说 如果我说我爱你 这些年我也很后悔 你能不能接受我 风眼之没有看他 我们已经结束了 准确来说 从他扔下他去国外结婚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结束了 顾新鱼红着眼 进一步说 眼之 他已经死了 我也可以当他的提身 风眼之微皱起眉头 把顾新鱼握着他胳膊的手拿开 他没有死 他顾着地道 给彼此留些体面吧 风眼之回到了我们同居的屋子里 他不断地翻找 似乎我会忽然从房子的某个角落蹦出来一样 可是找到最后 也只是找出来了三只残缺不全 疤痕累累的娃娃 他想把娃娃拿起来 可是一碰 就又开始掉碎片 他的手抖了抖 然后立即拿了一边胶水粘起来 可是怎么粘都粘不好 他看着盒子里的碎片蛙蛙 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然后拿着盒子 开车去往陶医馆 这个还能修复吗 他把蛙蛙递给店主问道 店主只扫了一眼 就摇摇头说 修不了 几天前和你一起做这三只青蛙的人 就拿着这盒子来找过我 那时候我就和他说了 已经碎成这样 基本上修不了了 而且这里的碎片还不是全部的 你看 这里这里 缺了不少 店主一边指着缺漏一边说 看这里浇水的样子 他应该拼过 估计也是拼不好了 那天我就和他说了 让他找时间再找你一起过来做 我给他优惠 你们这里做的都是单只的 两个人嘛 做一对才好 只是现在 店主说到这里就不说了 估计是看了热搜 而风眼之 只是正正地看着盒子 似乎想起了什么 最后他回到了公司 在顶层办公室角落里各种翻找 似乎想找到什么 秘书小许赶过来 风总 你要找什么 风眼之好像没有听到一样 秘书赶紧又说 风总 办公室每天都有保洁打扫 你如果要找那天 苏小姐被打碎的桃毅碎片 是很难找到的 风眼之将住 那天的保洁是谁 他问 秘书长长叹了一口气 风总 没有用的 好几天了 垃圾早就被处理了 风眼之沉默了 风总 现在这情况 您节哀吧 秘书想了想 还是安慰到 过了许久 风眼之说 我想看看那天发生了什么 秘书说了一声事 然后去调取监控 办公室内部监控是绝对没有的 于是调取了门口和电梯的监控 那天门是打开的 所以也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我被顾新鱼殴打 顾新鱼摔碎三只青蛙 被拍的一清二楚 这和那天顾新鱼说的完全不一样 风眼之扫了一眼身边的秘书 秘书低下头 风总 我过来的时候 苏小姐已经准备离开了 该怎么做 你应该知道了 风眼之扫了监控中的顾新鱼一眼 秘书立即点头 然后去处理了 而风眼之则是一直正正 看着电梯里 我平静站着的画面 三十三楼顶层到一楼 电梯上下很快 整个过程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电梯里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时的你在想什么 风眼之扫着眼轻声说 我总感觉你还在 在没有看到你的尸体之前 我不相信你已经死了 笑笑 你在哪里 顾新鱼所有的资源全都断掉 曾经他自己嚣张跋扈种下的恶音 开始反噬 他在顶层连梯带打的监控视频 也已经被送到了警局 顾新鱼在医院门口被扔下 有人清楚地听到风眼之说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风眼之短暂地在A市停留 然后又不顾身体去了海上 只为了找一个几乎不可能生还的人 所有人都说风眼之疯了 这一切 我在邮轮上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适应海上的环境 还是之前情绪波动太大 我有点滴烧 不过几天后就好了 海上信号比较差 只有到港口的时候会好一些 可是就算是有信号了 我也不会去看国内的新闻 我不想看到他的任何消息 我不想看到他如何对顾新月高调示爱 不想看到他们有多幸福 虽然我在离开的时候 虚伪地写了一句 祝他们幸福 可那只不过是让我看起来更潇洒罢了 越往雪地是越冷的 甲板上的风也很大 我给自己买了保暖的衣服 还有巨大的披肩 每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我不是很喜欢和其他人交流 一开始是因为发烧了不想出去 后来是觉得有些累 除了吃喝拉撒以外 我常做的事情只有两件 一件是在游轮上看一些船上 本就提供的 或是搞笑的 或是治愈的 或是感动的演出 另一件是果成球去甲板上吹吹风 看看海 平常游轮上的聚会 我也没有过多与人接触 只在角落看谈一些节目 我只想去雪地看看 我想好好放空自己 治愈自己 偶尔游轮靠岸 我会去这些地方逛逛 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就这样 旅程过去了大半 终于 明天就要到达雪地了 在雪地停留的时间 会比其他地方稍微长一些 在到达雪地的前夜 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吹着海风 想起刚刚看的节目 还是觉得很治愈 我觉得我好了很多 或许明天到达雪地之后 我也就能彻底放下了 此时 忽然有人端了一杯酒递给我 我抬头看看 是邮轮的服务人员 谢谢 我说 他满怀善意地微笑 说苏孝女士 祝你旅程愉快 这话说得眉头莫尾的 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他也没多说就离开了 我想想 可能是常规服务吧 也没多想 不过这酒倒是我喜欢的 吹吹海风 喝喝小酒 人生真是美好 喝完小酒 我每每睡了一觉 第二天 邮轮已经靠岸 我裹着厚厚的衣裳下了船 一路踩在雪地上 我走了很久 最后来到了一个 靠近海边的亭子里 我坐在长椅上 伸手在地上握了一把 白茫茫的雪 想起了很多年前 第一次见到 风眼之的场景 那个时候 他还是个演员 没有成为资本家 他在下雪的海边拍摄 那时候我也只是一个 出来旅游的穷大学生 正巧就在海边 遇到了拍摄的他们 那天 他穿着长款黑色大衣 棱角分明的脸上 是过分令人着迷的帅气 我好奇地围观了一阵子 他不仅长得帅 演技还好 但人也温和谦虚 那时候我觉得 他真是挺棒的 后来我就和小伙伴们去玩了 但是玩疯了 不小心走散了 我想打个电话 手机正巧在那时候没电 急匆匆地在不知道 是什么地方的海边乱逛 就在我想要鼓起勇气 向陌生人借手机的时候 收工的他出现在我身边 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问我 我和朋友走散了 手机又没电了 我磕磕巴巴说 没有想到他会来和我说话 用我的吧 他说着笑着问我 记得他们电话吗 这真是让人尴尬 平常都是存了号码在手机里的 我还真不记得具体数字 他似乎心情很好 又笑了笑 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个充电宝 递给我 我赶紧接过来 谢谢 我要怎么还你 他只是白白手 冰冷的雪天 充电宝或许是刚从大衣里拿出来 所以暖暖的 我顾不上其他 赶紧冲上电 给朋友打电话 转头看到 他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抽烟 他拿着手机 不知道和谁发消息 脸上带着好看的笑意 真是让人着迷 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直到朋友跑过来 后来我就一直关注他 看了他很多作品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那时候他应该是在和顾新月发消息 那时的他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我默默地看着他 一路从演员到影帝 再转为资本家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顾新月会离开 他去国外结婚 没有想到 我和他会走到今天 也没有想到过 有朝一日 我会不断地想起这一天 想要忘记这一切 又开始有些难过了 我闭上眼 想要让自己平静下来 四周速速作响 好像是雪落下的声音 还有旁边来来往往的行人 走路的脚步声 我在深吸了三口气之后 睁开眼 然后我看到了他 疯眼之 我愣住了 他穿着黑色大衣 站在我跟前不远处 雪不断落下 落在他的头发上 肩膀上 他看起来苍白瘦削了不少 眼睛微红 似乎是发现了我的视线 他仰起嘴角 露出一个像是开心 又像是难过的笑 笑笑 他叫我名字 声音微微颤抖 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叫我 我一时之间 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幻觉 在很掐了自己一下以后 我才确定 这不是梦 然后 我下意识想走 可是他却一下子 捉住我的手腕 然后把我拥入怀中 不要走 他抱着我 抱得很用力 好像要把我揉进 他的身体里 我用力挣扎 可是根本无法挣脱 我好难过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在我已经下定决心 忘记他的时候出现 双眼微热 我说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和顾心悦在一起吗 来这里干什么 他还是没有放开我 像是啪我一下子就跑了 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他说我喜欢的人是你 泪水控制不住的流 我自嘲的笑了 疯眼之 你是不是又分不清我和他了 我抬头看他 你看清楚了 我是苏孝 不是顾心悦 他双眼赤红 伸手给我擦掉脸上的泪 轻声说我早就分清楚了 笑笑 我一直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早就离不开你了 我一直以为我爱的人是顾心悦 可是直到他要回来 我才发现我早已经不爱他了 我爱的人是你 我本来想在你离开那天 找个时间和你好好说 可是你走了 笑笑 你知道我听到飞机 没等他说完 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疯眼之 你不要骗我了 你别以为我没听到你和他的电话 你和他说了 我只是个替身 你等他回来 他愣了一下 似乎是努力回想了一下 然后说 那可能是你没听全 我那时候说的是 等他回来以后 我在和他谈谈以前的事情 可是你说 我只是一个替身 笑笑 对不起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自己的心 这下我愣住了 我想了想 好像的确是听到他说 等他回来 就受不了没听了 生气 难过 各种情绪一起浮上心头 我一时之间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样 最后只剩下恨我自己 我给了他一脚 把他狠狠踹开 他想要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看着他红着眼站在原地 我一字一句道 疯眼之 这世界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你说我是踢身的时候 我就是踢身 你说你爱我的时候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疯眼之 你有没有问过我 我爱不爱你 我想不想和你在一起 他还想走过来说什么 我冷声道 不要让我恨你 他伸出的手顿住 最终没有碰我 我转过身就要走 我以为你死了 他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追到机场 得知你所乘坐的飞机遭遇空难 无人生缓 我快疯了 后来我找了你很久 最终才从一轮轮的排查中得知 你并没有上那架飞机 笑笑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形容 为说我的心情 或许是庆幸 庆幸上天听到了我的祈求 让你还能好好地活着 笑笑 我爱你 很爱很爱 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爱 我为我曾经做过的所有事道歉 如果你不肯原谅我 我知道也是我活该 我听着他的话又难过又愤怒 你瞎扯淡什么呢 扯谎也没你扯得这么离谱的 扔下这话以后 我直接就跑了 我的心情很糟糕 脑袋里面乱糟糟的 我提前回到了邮轮上 把自己关在了船舱里 我生气地连上网络 去查查国内的信息 没有人这么能扯的 我以为我能证明 一切都是他瞎扯谎 可是没有 娱乐热搜早就炸掉了 还有热心吃瓜群众 把事件按照时间线进行整理 我一条一条看下来 从高速狂飙车 到机场得知飞机失事噩耗 到顾新鱼和顾新月的事 再到海上不眠不休找人 因为事件关注度很高 所以到处都有偷拍的视频流出 最后一个视频 是一则混乱的打捞视频 旁边是喧闹的杂音 还有人在说话 疯眼之疯了 他要和苏孝死在同一片海里 人找到没有 不知道 听他秘书说 从船监控看 已经跳下去好久了 不会真的死了吧 又是一阵混乱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人捞上来了 正在抢救 在后来是一轮轮筛查 确定我没上飞机 和后来的行踪 疯眼之得到乘飞机出国的消息 一条一条看着 视频中他的模样 一点一点和刚刚看到的 他对应上 泪水不断落下 他没有骗我 扣扣扣 一阵敲门声传来 我擦擦眼泪 过去把门打开 然后就看到 疯眼之站在门口 他看到我以后 瞅瞅笑了笑 拿出一个盒子打开 我还没有把这个给你 里面是三对娃娃 青蛙勺子 青蛙杯子 青蛙凉水壶 都是一对 原来都拼不好了 我重新做了 道歉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我都做了一对 泪眼忍不住地流 我用力抱住了他 然后点起脚亲了他 他稍微顿了一顿 然后用力回应我 再然后 舱门关上 嗨嗨 一阵天昏地暗 醒来后 我看着身边的他 他圈着我的腰 盯着我看 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想要起来 他却不许我走 一脸怨念 上次你就说去上厕所 然后不见了 行吧 但是想想又不对 我重新盯着他 点点头鼻子 说 疯眼之 我和你讲 我还没有彻底原谅你 你把我当替身 这事还没玩 他笑笑 用额头蹭蹭我 说 行 那你说 要怎么惩罚我 这个我要想想 我正在想着 小皮鞭啥的 以及怎么剥削他 他却亲亲我 笑笑 我们结婚吧 以后怎么惩罚我都行 我斜眼看看他 你想好了 结婚的话 我要占据 家庭主导地位 如果以后离了 你的财产 还得分我 他一下圈 紧了我的腰 你还想跑 你松点 勒得我疼 我推推他 我这不是给你打预防针吗 他稍微松一些 但还是没有彻底放开我 他说 只要你不离开我都可以 我归你 财产也归你 那 行吧 不过 求婚要有一事 你这样我可不同意 我说 好 他笑着说 然后一个翻身 他漆黑的眼里 都是我的身影 笑笑 我爱你 我也是 我答 我们头抵着头 没有在说什么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有种幸福的感觉 我们会一直幸福 我爱你